来关心国内疫情 桃园昨天分别有一男一女两人 在送医之后不治死亡 值得关注的是 男性在死后裁检是PCR阳性确诊 死亡的妇女生前快筛阳性 死后现在正在等待PCR结果出炉 而国内疫情不停升温 死亡个案已经持续创新高 死后确诊的案件也陆续传出 但是不是真的跟病毒有关 如果真的相关又该如何防范 现在也成了一大考验 医院门前PCR裁检占天天 打牌昌龙 国内疫情海啸来袭 还没有到高峰 显示确诊病例接连破万 桃园确诊病例相当多 还有部分个案是死后 才发现确诊的病患 桃园一名41岁犯姓男子 在5月24号睡觉时 身体不适呼吸急促 家属察觉立刻将男子 送医急救仍然宣告不治 死后PCR裁检呈现阳性 死后发现确诊案例陆续增加 同样在桃园也有妇人在发病后 还来不及服药就宣告不治 当时64岁的谢姓妇人 5月23号晚上6点多 发觉自己身体不适 自行快筛成阳性反应 到了5月24号早上 儿子询问夫人是否吃早餐 还有回应 但到了周五 儿子准备清冠一号要给妈妈服用 却发现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经济送医仍然宣告不治 目前仍在等待死后PCR裁检结果 根据卫生局了解 这两位民众都并没有完整的接种 COVID-19的疫苗 相关死因仍带法医相验结果 疫情还没到头 而且多名患者发病后 都在短时间内去世 该如何掌握医疗的黄金时段 成了最重要的课题 记者谢小林张佩颖桃源才有报道